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NVIDIA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年的CES2025主题演讲当中透露, 其面向资料中心的Blackwell GPU已进入全面量产阶段, 几乎每一家云端服务提供商CSP都已部署并运行相关系统。 黄仁勋还表示,他们有来自约15家电脑制造商的系统, 涵盖约200种不同SKU级组态, 这些系统有的是液冷,有的是气冷,有的基于X86系统, 有的则是基于回答Grace CPU等等, 这许多不同种类的系统, 让他们得以满足全球各地资料中心的需求。 黄仁勋称,这些AI系统目前在约45座工厂制造, 这充分说明AI获得接纳的程度, 以及整个产业对这种全新运算模式的快速采用。 他们之所以全力推进, 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算力。 联发科MediaTek在智慧型手机、智慧电视、Android平板电脑、语音助理装置、VAD, 以及基于ARM架构Chromebook的晶片出货量、 揭居行业翘储,并大力投资多项技术, 为各类采用ARM架构SoC的设备, 提供卓越的AI、通信、多媒体与高能效用户体验。 月前,联发科将丰富的专业技术带入与辉达NVIDIA的合作中, 以共同打造业界先进的平台。 联发科正式宣布与辉达合作设计NVIDIA GB是Grace Blackwell超级晶片, 将应用于辉达的个人AI超级计算机NVIDIA Project Digits。 在此次合作之前,联发科已与辉达携手, 在天机汽车座舱平台上整合了辉达, 下一代GPU加速的AI运算和NVIDIA RTX绘图处理技术, 革新驾乘体验。 此外,联发科已整合了用于AI模型训练极优化的NVIDIA TOW工具套件, 与联发科NeuroPilot SDK开发套件, 以先进的边缘AI功能加速物联网领域的应用发展。 联发科秉持着将AI带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愿景, 在多元产品组合中提供先进的AI功能, 包含面向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天机系列, 智慧物联网装置的Genio系列, 智慧电视的Pentanic系列, 基于ARM架构,Chromebook的Companyo系列, 以及车用平台天机汽车座舱系列。 汇达创办人既执行长黄仁勋也在CES2025主题演讲中表示, 个人AI超级电脑NVIDIA Project Digits的推出, 将为全球AI研究员、资料科学家和学生提供 NVIDIA Grace Blackwell平台的强大功能。 黄仁勋表示,Project Digits采全新NVIDIA GB是Grace Blackwell Superchip, 为圆形设计、微调和运行大型AI模型提供数千亿次AI运算效能。 借助Project Digits, 使用者可用自己捉机系统开发模型推理, 无缝部署加速云端或资料中心基础构架上。 据介绍,Project Digits所搭载的GB10 Grace Blackwell超级晶片, 可提供高达EPTFLOP高能效、AI效能。 这款晶片是由灰达与ARM构架系统、 晶片设计的市场领导者联发科联合设计, 配备了灰达最新一代CUDA核心和第五代Tensor核心, 并通过NVLINK C2C晶片间互联到高能效的NVIDIA Grace CPU。 该Grace CPU包括20个基于ARM架构建构的高能源效率核心, 提供了GB10晶片的一流的效能、能效和连接性。 GB10 Grace Blackwell超级晶片, 让Project Digits仅使用标准电源插座即可提供强大的效能。 每个Project Digits均配备128G统一的记忆体和高达4T的NVMe储存装置。 借助Project Digits超级计算机, 开发人员可以运行多达2000亿参数的大型语言模型, 以增强人工智慧创新。 此外,使用NVIDIA ConnectX网络, 两台Project Digits AI超级电脑可以连接起来运行多达4050亿个参数的模型。 黄仁勋强调, 借助Grace Blackwell构架, 企业和研究人员可以运行采用Linux的NVIDIA DGX操作系统进行圆形设计、 微调和测试模型, 然后将它们无缝部署在NVIDIA DGX Cloud加速云实力或资料中心基础设施上。 这使得开发人员能够在Project Digits上建立AI原型, 然后使用相同的Grace Blackwell构架和NVIDIA AI Enterprise软体平台, 在云端或资料中心基础构架上进行扩展。 另外,Project Digits使用者可以存取用于实验和原型设计的广泛NVIDIA AI软体资料, 包括NVIDIA NGC目录和NVIDIA开发人员入口网站中提供的软体开发套件、 编排工具、框架和模型。 开发人员还可以使用NVIDIA NEMO框架微调模型, 以及NVIDIA VPS加速资料科学, 并运行PyTorch、Tysan和Jupiter等笔记型电脑常见框架。 黄仁勋表示,AI时代已然到来。 联发科业界先进的CPU效能、能效与NVIDIA加速运算技术的组合将驱动下一波创新浪潮, 包括与联发科联合设计新GP10超级晶片的Project Digits, 让他们强劲的Grace Blackwell平台更容易获取和使用, 让开发者、研究人员和学生都能利用它来解决这个时代更为迫切的问题。 联发科副董事长、既执行长蔡立行表示, 他们与惠达在GP10超级晶片上的合作, 与联发科希望把科技带给每个人的愿景不谋而合。 他们期待与NVIDIA一起开启超级运算的创新时代, 让AI无所不在。 Project Digits将于2025年5月由惠达和合作伙伴发售, 建议售价为3000美元起。 总体来看, 黄仁勋认为, 人工智慧将成为每个产业、 每个应用程式的主流, 通过Project Digits, Grace Blackwell Superchip与数百万开发者合作, 每个资料科学家、 人工智慧研究员和学生桌上放一台人工智慧超级计算机, 就能参与并塑造人工智慧时代。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